来 来了 追满 是我 我回来了 邦先生也回来了 快 快进来 夫人 先生 我就不进了 好 来 谢谢你 把他从广州摧毁了 哪里哪里 夫人 我先走了 慢点 一大召开后仅一个多月 陈独秀就从广州辞职 回到上海 开始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 到了家他才知道 这一年的春季 因为新青年发行部 被租界当局查封 原本放在那里的书籍 不得不搬回家中存放 陈先生 请坐呀 娟妈 你这是干吗 你说我干吗 你回来这么半天 像个傻子一样的站着 好像客人一样 所以我请你坐呀 娟妈 你家里都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吗 姊妹和何年呢 在楼上 刚刚还问你 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你身体还好吗 还是这样 偶尔咳嗽 你呀 去广州这么久 人家给你写了这么多心 这么多诗 你每次回心 一夜只都不到 怎么见面 感到便啰嗦了 一出去就大半年 十八个月二十三天 什么 你辛苦了 自从跟你结婚 还没有分开过这么久 你不在的时候 你不在的时候 我经常想起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还有你说的话 以前 我只觉得安静好 你带我到杭州 我觉得 杭州也好 后来又到了北京 虽然我在北京念过书 可是 有你的北京 和我记忆中的北京 是不一样的 慢慢我才明白 无论哪里 只要有你的地方 都是最好的 只是有一点 你说 两个孩子还小 将来肯定会很快就长大了 我知道 你可能并不是很在意 但是 父亲的陪伴 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你这次回来 尽量别再出圆门了 好吗 我答应你 多陪陪孩子 走 去看看他们 好吗 好吗 你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